11月,我出差的一个晚上,老公发了张洗澡后的照片给我,照片里,他裸着上半身,镜头对着灌洗台上的镜子,他在向我卖弄身材,我却敏锐地发现,我的小黑瓶换了个位置,从置物架上到了置物架下,他一个大男人,要用女生保养品做什么? 我怀疑家里有女人,但当时不可能赶回去,也不想打草惊蛇,而且,万一猜错了怎么办? 12月中旬,我再次出差,并故意提前回来,现他不在家,就给他打电话,他说,和哥们儿在酒吧,我直接去了,我们常去那家酒吧。 他确实和哥们儿在一起,坐在靠窗的卡座里,哥们儿在起哄,他和他的好妹妹抱着在啃,站在进门处的酒驾玄关后,听着他们高声地起哄,我气得浑身发抖,所有细胞都叫嚣着,冲过去,冲过去,撕烂这群混账。 我老公叫张迪,是我初恋,我不是那种很美的女生,在张迪之前,没有人追过我。 当年张迪追我,我表面矜持,内心却怀着小庆幸和感激,只假装犹豫了一个晚上就答应了。 他也不是帅气的男生,我以为丑一点安全,不会在外面招摇。 我们很快在一起,我八心八肝对他好,我知道他有个白月光,是他的初恋,我看过照片,确实长得比我好。 就是他正在啃的那个。 一年多来,白月光和他弟恩任男友分了,找张迪哭诉。 张迪这个万年备胎,天天请吃请喝安慰他,我虽心里不舒服,但张迪笃咒发誓,叫我相信他人品,说白月光现在只是他妹妹。 白月光更是一口一个嫂子,一会儿倾慕我的才华,一会儿夸我是业界精英,一会儿说我育夫有数,说张迪对我多好多好,彩虹屁一个接一个,夸得我信以为真。 加上白月光确实漂亮,和张迪站在一起,活托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,渐渐地,我对他们失去防范。 上个月领证时,白月光还专门请我们吃饭,助我们白头到老,说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透过张迪认识了我这个嫂子。 如今,这算什么? 我冷静下来后,掏出手机,啪啪啪把他们抱着肯的场景拍下来。 万事都要讲证据,就算离婚,就算闹上法庭,谁主张谁举证,我得乘上个东西。 从这家酒吧出来,我到隔壁酒吧,找了个能看见这边门口的位置,点了杯威士忌嘉宾。 一个多小时后,那对狗男女搂搂抱抱上了同一辆计程车,我尾随而至,竟看见他们回到我和张迪的住处。 这是我们专门为结婚买的房子,刚搬进来不到半年。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侮辱。 我坐在计程车上,指甲深深掐入肉里,眼睛瞪得生疼,脑海里全是冲上去手撕见人,又或者桌奸在床的场景。 然而,理智告诉我,这时候手撕,结果不外乎简简单单离婚,对他们没有半点损伤,甚至有可能,这两人联合起来把我揍一堵。 这年头,社会新闻版,原配桌奸,老公连同小三把原配揍一顿的事还少了吗? 小姐,你下车吗? 不了。 我报了附近一家旅馆的名字,我需要好好想想下一步怎么做,他们的软肋是什么。 几分钟后,张迪的电话打过来。 我看着来电显示上老公二字,想起回来时放在客厅里的行李箱,迅速揉了揉脸,深吸了口气,这才接起电话。 老婆,你在哪里呢? 是不是回来了? 我刚从酒吧回来,喝高了。 她的声音满是疲惫,装得很像。 我回报社了,专题出了点问题,所有人都在加班,不知道要忙到几点。 我忍着恶心,语气暴躁。 哎,先不给你说了,烦死了。 这,工作还有完莫完? 那你快忙,我等你。 张迪挂了电话。 我冷笑。 等我? 怎么等? 和白色月光滚床单等吗? 这种事情,从前发生了几次。 刚才他们进门时,看见行李箱吓一跳吧。 我买的房子,凭什么睡饭店的是我? 我今天的所有委屈,都要他们加倍奉还。 那天夜里,我完全失眠,一直在盘算,第二天一早,我正在洗漱。 张迪打电话给我,肉麻问我,工作做完了吗? 说心疼我,爱我,叫我忙完后赶紧回家休息。 我对着镜子翻白眼,嘴痒痒想问她床单洗了吗? 房间通风了吗? 骚威尔还有吗? 忍下后回答,刚忙完,和同事吃个早餐就回。 上午时,00,我回到社区。 第一件事不是回家,而是到小区物馆处。 我谎称家中失窃,要求调取我们那层楼的监控。 物馆小妹妹认识我,带我到监控室,还专门帮我云了台电脑。 我头天晚上,已经把最近半年的出差时间列出来,坐在电脑前一个个时段地找。 那两个人,果然不要脸,每次还莫进门,就已经抱着啃了起来。 我们社区的监视器画面保存时间是三个月,我在三个月的时段里,找了四段他们抱着啃进门的影片。 麻痹,要搞到外面去搞。 我趁着没人注意,迅速用小优盘把那几段拷贝下来。 第二件事才是回家。 战场打扫得很干净,能打开的窗户都打开了,被褥叠得整整齐齐,垃圾桶里半点垃圾都没有。 我的行李箱已经收拾好了,脏衣服丢在洗衣机,干净衣服挂在衣柜里。 若不是亲眼目睹了昨夜的一切,我怕还会继续以为找到了真爱且体贴我的男人。 我坐在沙发上,随手拿起放在沙发扶手上的iPad,打开微信。 这个男人,因为喜欢吃鸡,玩游戏和平精英,微信常年登入状态。 我先看了他和白月光的聊天记录。 扇得并不干净,却很聪明,言语中没有任何暧昧,也就是正常约饭的时间地点,且全是我会参加的。 我冷哼,打开我支付钱包账单,所谓摆密一书,上面每一笔从微信出去的开销都清清楚楚。 发红包是日常,大大小小都有。 然后是饭店的,看时间和价格应该是终点房,情区用品店的,不知道买的是什么。 还有商场,花店,甜点店的众多开支,这两个人,挺频繁的。 我没截图,而是用手机拍照,免得在iPad上留下痕迹。 最后才是打开炒股软体。 我是财经记者,和圈内很多大老熟,这几年跟着他们赚了不少钱,特别是股市。 张迪炒股是我手把手交的。 他的账号密码都是我给申请的。 他默改密码,方便我偶尔帮他操作,我拉了流水账出来,手机录了断影片。 我和他虽然没办婚礼,但在法律上,那是实打实的夫妻。 我不图他的钱,但我也不想我的钱被他算了。 婚前财产好说,婚后这半年还真不好说。 有了这两份流水就不一样了。 我们各自理财,他收入的绝大部分在股市。 另一部分,微信支付账单显示得清清楚楚,花在白月光身上呢。 说来可笑,我和他在一起两年,共同生活的开销基本上花我的钱。 我不是那种有了男朋友,就得让男友养我的人。 我家的家庭教育是,女人经济要独立,婚姻才有底气。 而现实生活,很多时候是,男人把钱花在谁的身上,就会爱谁多一点。 男人心疼钱,就会心疼女人。 下午三点,张迪打电话给我。 一是问我休息好了末, 二是约我晚上在外面吃饭,说我出差加加班辛苦了,要好好犒劳。 还有谁?我装作很随意地问。 昨天才和兄弟们喝了酒,今天不叫他们了。 张迪想了想,周月说好酒墨谢你了,要不我问他。 周月就是白月光。 行,刚好带了半手礼要给他。 我笑着说,你不准提前说,不然惊喜就墨了。 张迪一口答应,问我怎么没有买礼物给他。 我心下鄙视,唇边笑意不减,当然有了,晚上给你。 是你喜欢的。 张迪在麦克风那边亲了两下。 这样亲密的小举动,以前受用极了,现在只觉恶心。 张迪叫我再休息一会儿,晚上现。 我哪敢休息。 内心熊熊火焰让体内每个细胞都在燃烧。 我休得站起,先给跑公安口的闺蜜打了个电话,三言两语把事情说了,我需要监听器,问他除了某宝,还有哪里能买,立即马上就要。 他说电子城,并给了我一个店铺的名字。 我道了声谢。 闺蜜哀了一声叫住我,圣男,我可提醒你,监听这事是违法的,用这种方式取得的证据,法院不受理。 我知道,一旦被抓,情节轻的,治安管理法,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罚款,重的就刑法了。 我说,放心,不会扩散,更不会,蠢到做证据,我会很小心不会被发现。 我就想看看张迪到底是人是鬼。 闺蜜再次提醒我,小心,罚款是小,留下案底是大。 我恩了一声,飞快洗澡,换衣服,化妆,吃火锅的地方是我们常去的那家。 我给白月光送了一支A牌的口红,又配了一支手工唇膏,监听器贴在手工唇膏的内管底部。 我给她说,手工唇膏是我亲手做的,出差的时候,有半天闲暇,就在店里学做了几支。 白月光抱着我的手臂,蹭了又蹭,一个劲儿地夸我能干,不但会炒鼓,还心灵手巧,连唇膏都会做。 至于A牌的口红,她明显更喜欢,眼睛闪着光,说刚好没有那个色号,夸我敞亮大气。 张迪在旁边看着,假装吃醋地说,我对白月光比对她还好。那是自然,我比你好看。白月光撒娇地瞥了她一眼,盛男姐若是男生,我肯定主动追求她。 张迪笑着点餐,在菜单上勾勾画画。我瞟了几眼。怎么说呢?很多细节,当一个人信任另一个人的时候,是不会发现的。 可当信任崩塌,每一个细节都是疑点。张迪勾菜品时,最先勾的是白月光喜欢的,然后是她喜欢的,最后才是我爱吃的。 我暗骂自己从前蠢,白月光这种存在,根本不该掉以轻心。火锅吃了一半,张迪和白月光有一搭墨一搭问我,这次出差有什么收获?将近过年,有没有什么好股推荐? 这是日常话题,每次和他们一群人吃饭,聊得最多的就是股票,基本上是我教他们买什么,就买什么,基本上也能赚。 这一次,我莫立即回答,我说要好好研究一下,买个普通的,跟大盘持平莫意思,得找个大牛,狠狠赚一笔。 那两个人眉开眼笑,我也在笑,我不是善男信女,别指望我被绿了后,还帮你赚钱。 送给张迪的是一个L家的钱夹子,比他之前的钱夹子高出了不止两个档次。 我以为你就记得周月,看你对他比对我还好。 张迪坐在我旁边,美滋滋地把各种卡片从老的钱夹子换到新的钱夹子里。 哪能呢?我削着橘子,心想我TM以前真是犯贱,嘴上笑着,还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,说白了,也是想给你争口气。 我就是想告诉他,默了他,你一样过得好,而且能过得更好。 张迪坐的位置在我后方一点,我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他看着我。 若是以前,我一定会以为他又被我感动了,如今,我只觉可笑。 他心里想的是傻瓜吧?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感动与被感动,大多数时候,我们以为的感动都只是自我感动。 盛楠,你对我真好。 他从后面抱住我,我心烦腻,感觉恶心,脏物。 我不是有洁癖的人,在耍朋友之前,他有多少女人都跟我无关,可现在,我们是夫妻,他在在外面乱搞,我就觉得脏。 我把削好的橘子分一半给他,催促他吃了,就去洗澡。 他可能误会了,三两口把橘子吃完,表示立即马上洗香香,为老婆服务,我笑笑。 慢条丝里把另外一半橙子吃完,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监听器塞到钱夹子里。 现在的钱夹子,除了身份证常用,社保卡偶尔用,其他各种卡,银行卡也好,贵宾卡也罢。 一年用不了两次,基本上就是个摆设。 我不担心他会发现,就算发现,不认就是了。 再说,我只打算偷听几天,等监听器没电了,随便找个机会把监听器丢了。 监听器的软体没在我日常用的手机上。 我头天买监听器的时候,顺便买了二手手机,找同城快递送到报社,收件人是我。 那时的我,做梦也莫想到,安上监听器那一刻,就等于推下了骨牌的第一块,之后,每一个骨牌倒下,都彭扶开启一个潘多拉盒子。 人性的恶,像深渊里的龙。 第二章,人生是骨牌,快递放在报社门卫处,我取出手机,迫不及带来到小办公室,戴上耳机。 出乎意料的是,白月光居然还有个男朋友,而且就那么巧,昨天晚上,他去了男朋友那里,并把我送给他的唇膏送给男朋友。 之后是一大段嗯嗯啊呀,停顿处有聊天。 白月光问男友什么时候带他回家,抱怨从来没现过男友的朋友。 男友坦然说家里不会同意,说白月光配不上他,还说像他那种家境,肯定要找个门当户对的。 我很不厚地笑了,被张迪捧在手心的女神,在富二代眼里,也就是个见不得光的。 监听器有定位,我瞟了眼手机上的位置,对方在我是很出名一个高档小区,住的人非富极贵。 白月光哭唧唧,你把我当什么了? 泡友吗?我一心一意对你,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 我要分手。 富二代赶紧哄着,现在是创业期,外人看起来风光,其实一年营收不过几百万,和家族企业比起来,不过九牛一毛。 还说等事业,做起来了,白月光是唯一同甘共苦的女人,要送她一辆马沙拉蒂作品礼。 马沙拉蒂? 我承认,我酸了,是人皆爱绿茶。 你那公司,什么时候起来啊? 白月光撒娇地问。 快了快了,等风口。 风口一到,猪都能飞到天上去。 富二代亲了地说,然后一大堆对未来的畅想。 核心一个字,区块链。 很不巧,因为比特币的缘故,我了解区块链,也访问过国内区块链公司,多少懂一点。 富二代那一套说辞,既莫含金量,也莫差异化优势,甚至还有金融概念模糊不清的地方。 我怀疑白月光被骗了。 这年头的富二代,家里普遍重视教育,无论学识或见识,都比一般人高许多。 在不擅长领域创业的可能性实在太小。 唇膏留在富二代那里,监听器也同样留在那里。 我把线路切到张迪那边,他一上车就拨了白月光的电话。 车载蓝牙。 我把两人对话听得清清楚楚,丑死了,每天早上醒来吓一跳,以为旁边睡了个鬼。 月儿,你老公每天就靠着你洗洗眼睛才能活下来,想到还要和母业插生活几年。 我就,头发发麻,万一熬不住怎么办? 那咱们中午老地方线。 白月光痴痴笑,想想丑八怪的钱,还有好几套房子。 乖,你再忍忍,我待会儿好好犒劳犒劳你。 张迪恩了一声,语气轻飘,你知道我喜欢什么? 白月光声音浇得都快滴出水了,知道,讨厌得很,两人一直潦草。 我心脏未知的那团火,如火山一般,疯狂地喷涌着。 眼睛也痛得不得了。 这就是我要嫁的男人,一口一颗母叶叉,还自称是其他人的老公。 我的自尊在这一刻被人狠狠踏入泥巴里,反复摩擦。 我给跑公安口的闺蜜打电话,几分钟后,她敲我办公室的门。 开门后,她吓了一跳,你眼睛怎么红成这样? 张迪又怎么了? 我把耳机递给她,调出车上那段话。 她同样气得够呛,一个劲儿地骂混蛋,垃圾,人渣,问我打算怎么办? 怎么办? 这可不是简单的婚内出故意,嫌我丑了。 张迪明确地表示只住几年。 白月光更是直接提醒她,为了钱和房子。 也就是说,这场婚姻,原就是一场算计。 我的房子。 我的存款。 我炒股的眼光。 甚至,我爸妈的财产。 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。 我们在老家有三间房子,其中两间都写着我的名字。 他们说的几间房子,应该就包括这两间。 我盯着比我大几岁的闺蜜,半晌咬着牙,姐,帮我。 我的眼睛气得冲血了,眼白几乎看不现,真正恐怖。 我跑去医院开了许多药,然后顺理成章成了病人,不履行妻子义务,每天被对她睡觉。 张迪省得看见我的脸,但她又是个欲望很降的人,晚上得不到排解,每天都要找白月光。 白月光很忙,一个人应付两个男人。 陪睡不是事,真正麻烦的是,她要努力让自己配得上富二代。 她缺钱,缺很多很多钱。 她不止一次问张迪也问我,什么时候才能选出牛股,最好天天涨停。 她想在年前套现一大笔,注资富二代的公司,然后趁着过年,作为合作伙伴,也作为女朋友,和富二代回家献家长。 当然,这些话不可能给张迪说。 她给张迪的版本是,一想到张迪和我结婚就心痛,她想很赚一笔,不为了钱委屈自己。 想张迪早点离婚,他们好早点名正言顺在一起。 张迪很感动,当天下午末上班,和白月光在饭店私混,还打电话,说晚上加班很晚才回。 我呵呵打。 几个人中,最忙的是富二代。 那是个实打实的海王,除了周月,还有ABCD好几个女朋友。 她比张迪聪明。 人设高高在上,富二代,家族企业,创业精英,住豪宅开豪车,善说甜言蜜语,且出手大方。 就我在监听器里听到的,每每送出去的。 不是,顶级保养品就是奢侈品牌的包款。 她的众女友最近有个共同目标,过年回家献家长。 只可惜,时机不利。 富二代一会儿要扩大公司规模,一会儿公司偷税漏税被查,一会儿打算投资地皮。 总之,资金周转不灵,这时候若带女友回家,必定遭人诟病。 女友们有的提议向公司注资,成为股东,有的直接借钱给富二代。 富二代承诺所有打算拿钱给她的女人,过年带她们回家,排除万难也要在一起。 我和闺蜜对视着,异口同声说了三个字,杀猪盘。 杀猪盘是诈骗集团自己取的名字。 女孩们是猪,人设和恋爱是猪四料,恋爱过程是养猪过程,最后骗取钱财,就是杀猪。 富二代打算批量杀猪。 我和闺蜜第一反应是报警,多年记者生涯,特别她跑公安口的,正义感比普通人更重。 第二反应才是,我们可以利用富二代狠狠报复白月光和张迪。 选A还是B,我和闺蜜陷入两难。 正如之前奇葩说的一期节目,美术馆着火了,一幅名画和一只猫,只能救一个,你就谁。 名画是遥远的哭声,那些我们没有看见的,推测出来的受害者是遥远的哭声。 猫是近处的哀嚎,我被欺骗的爱情,被摁在地上反复摩擦的自尊是近处的哀嚎。 我们最后选择了自私,重新设计了报复的每一步,并且把杀猪盘列为报复的重要环节。 我发誓,这辈子,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爽快的事。 所谓欲取之,必先欲之。 我精心挑了五支短线股,推荐给张迪和白月光,然后当着他们的面,把账户上的钱全部投进去了。 嫂子,你可真有钱。 白月光看着我账户里的钱,眼神里全是羡慕,我要早点认识你就好了。 早点认识我没用啊。 我笑呵呵地说,刚买股票的时候,我亏得底库钱都没了。 你要那时候跟着我,还不得天天骂娘,也就这两年大环境,好,我才赚了点钱。 之前那叫交学费。 张迪一手搭在我肩上,无不得意地说,我们那套房的首付,就是盛南炒股赚的。 我谦虚地笑,然后提醒他们,别持仓太久,赚个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就抛,别留过年。 两人点头如鸡灼米,特别是白月光,一双眼睛亮了又亮。 对他来说,时间刚好。 我趁着这个机会,表达了一番对白月光颜值的羡慕,说他又漂亮又聪明,以后一定能嫁入豪门。 豪门多难。 白月光眼睛中有隐秘的得意,一副十拿九稳,蜜而不宣的模样。 再说,嫁入豪门,哪有成为豪门爽。 白月光看一眼张迪,奉承道,嫂子这样才好呢,迪哥娶到你,真是福气。 我摇头,我这种,连中产阶级都算不上,然后给他安立了几个普通女孩,嫁入豪门的故事。 许多人奋斗一辈子才买得起的房,很多人纠结很久,依旧舍不得买的包。 对于豪门来说,也就是喜欢与不喜欢的区别,根本不需要盘算,他们对钱不敏感。 白月光满心满眼地羡慕。 他最大的弱点是钱,正如我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爱。 我给他说,找男友的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,一旦遇到好的,就要好好把握。 白月光冲紧着未来生活,眼底全是坚定的光,张迪的嘴角明显垮了下来,为了掩饰情绪,专门叫了一瓶啤酒。 说这些做什么?张迪忍不住,手肘撞了下我。 这不关心你妹儿吗?我斜了她一眼。 我昨天才听说,我们高中一同学,五班的,长得可普通了,大学耍了个男朋友,家里做生意的。 毕业后,男朋友做生意,她也跟着投钱,现在,可有钱了。 他们搬开同学会,所有开销她一个人全包了。 听说开的是卡燕,家里最差的一辆车。 白月光心里本来就有一颗嫁入豪门的种子,我说这些不过是给她浇水施肥。 那是人家眼光好,会投资。 张迪说,那也得先找个有实力的男友,从小耳濡目染,比我们这种草根多很多机会。 我反驳,张迪说不过我,只好幸幸然,一天天就知道钱。 我撇撇嘴,深知过犹不及,哎,我也就是瞎唠嗑,羡慕羡慕有钱人的生活。 月儿,这婚姻啊,钱是次要,温柔体贴才是最重要的。 你看你迪哥,就不错,你以后要照着他的人品找,错不了。 白月光笑,看看我,看看张迪。 我猜他内心一定在嘲笑我,一个三天两头和他约炮的男人,怎么可能对我好。 所谓的温柔体贴,一切都是假的。 我这是我给他交的催化剂,一般人同样会出轨,不如找个有钱人。 2015年股灾后,国内股市慢慢又起来了。 到2019年,市场已经是结构性多头市场,特别疫情后,行情更是好得不得了。 我选那几只也确实争气,连这几天都长得比大盘好。 我捏了一周,陆续抛了,抛之前专门给白月光和张迪说了一声, 别贪心,尽快抛,最近应该有调整。 那两个人,买的时候听我的,这会儿现赚很多了,哪里舍得卖。 特别是白月光,他在赚嫁入豪门的资本,也正在赚投资男优企业的资本。 接下来的几天,我天天催张迪卖掉股票。 那两人电话打了无数痛,甚至学着分析起K线来,终于在连续绿了三天后, 抱怨着后悔着把股票全抛了。 很好,股票全抛了,刚好是手上现金最多的时候。 嫂子,咨询你个事情,了解区块链吗? 周月打电话给我,不是太了解。 我回答,只知道很牛逼,你知道比特币吧? 比特币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区块链,你空了可以了解下,怎么了? 我朋友在做这个。 周月说,听说很赚,说是下一个风口。 你朋友很厉害啊,这得是金融圈的顶尖高手。 我笑着说,要有机会的话,介绍给我认识认识,让我也抱个大腿。 哎,你有这么厉害的朋友,以后金融问题问他就行了。 那种大牛面前,我就是个半罐水。 还有,你要有机会的话,求他带你飞。 周月推托也不是很熟。 我笑了笑,反正沟已经很深了,没再继续这个话题,很符合我一贯不强人所难的人设。 第三章,我成了前夫的朱砂质,富二代那边的监听器早没垫了,张迪钱家子里面那个,我偷偷冲过一次垫。 白月光和富二代的互动我不清楚,但我清楚张迪和白月光的动向。 白月光以姑姑家修房未游,向张迪借二十万,说快则半年,慢则一年,两分利。 姑姑家在景观旁边,有地,想把房子扩充一下,再改造成民宿。 张迪先是犹豫,经不住白月光软磨硬泡。 白月光理由很充分,第一,一个月两分利,一年就是24%的利息,很高了,关键是熟人,莫风险。 第二,不需要养人鼻息,让人以为靠女人赚钱。 第三,她也投了十五万,把所有积蓄都砸进去了。 第四,如果丑八怪发现我们的事,你想想,她还会帮你赚钱吗? 你又不会炒股,她随便挖个坑,你就血亏。 第五,等你离婚,你就是二手男,那时候,你就算得到了丑八怪的钱和房子,你觉得我们家会同意。 我爸和我姑关系好,你现在帮我姑家一把,以后才有人跟你说好话。 我不知道白月光哪一条打动了她,但我知道张迪提出了一个要求,以后,老公我想你的时候,你得马上到。 白月光撒娇地说,现在不也是吗? 你一个电话,我就屁颠屁颠来了。 老公,你今天想大战多少回合? 监听器很快传来嗡嗡嗡嗡的声音,我掏了掏耳朵,这种声音听多了,挺烦的。 当天晚上,我趁着张迪洗澡,从她钱包里拿出监听器,丢到另个浴室马桶里,滑得冲走。 这东西,虽然用着方便,终究是个不定时炸弹。 春节前几天,股市疯了一般,使劲冲。 放眼看去,一片红色。 我催着张迪和她的兄弟们买买买,兄弟们赚得可开心了,一口一口胜难解V5。 张迪一边敷衍我买了买了,一边偷偷露出肉痛表情,我假装莫看见,还天天给她看K线,感慨赚死了。 我猜摸着她,已经把钱给了白月光,便想登录她账户看看。 巧了,密码改了。 这是防着我,不想让我知道墨钱了。 我假装不知,开开心心和婚礼公司商量婚礼细节。 老公,你觉得一台摄影机够不够? 我皱着眉头,假装不满意,舞台下方搭一个小摇臂,虽然可以跟拍我们,但父母和宾客的画面会很少。 那肯定不够啊。 张迪立刻说,结婚这么重要的事,至少得两台。 我也觉得。 我说,我们帅帅的伴郎和美美的伴娘也需要镜头呢。 三个伴郎是她的兄弟,三个伴娘一个是白月光,另外两个是我老家的朋友。 跑公安口那位闺蜜做现场总调度。 一切准备就绪。 婚礼当天,从化妆到接亲再到饭店。 程序一点不乱。 我妈又哭又笑,一会儿说我长大了,终于嫁出去了。 一会儿使劲叮嘱张迪,以后要好好待我。 张迪一口一个妈,你放心。 张迪的父母也一个劲儿对我爸妈说,亲家公,亲家母放心。 盛南嫁到我家,我们肯定把她当亲生闺女对待。 往后要张迪对不起她,我们打断她的腿。 我握着我妈的手,当着张迪的父母,妈,放心。 张迪人踏实,对我也好。 父母们都很欣慰。 宾客们陆续到了。 我和张迪站在大门口迎宾,快到十二点时,我借口说要补妆离开饭店门厅,然后躲进卫生间,坐在马桶上等。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。 五分钟后,闺蜜刚好出来看我,现我不在,便叫白月光到休息室找我。 白月光那套伴娘服,之前做了点手脚,并不十分贴身,隐形内衣的聚拢功能也不太好。 胸口处显得有些空。 一整个上午,她不时就要调整下,美胸是她的一大看点。 她特地戴了一条红水晶项链,每次调整后,事业线格外迷人,张迪好几次朝她胸口漂去。 这会儿她去休息室,肯定又要掉内衣,按照她的自恋程度,百分之百会反反复复自我欣赏。 在几分钟后,婚礼仪式快开始了,不用闺蜜出马,自然有人叫张迪找我。 闺蜜叫摄影师偷偷跟拍,同步到宴会厅的大荧幕做花絮。 我在12点08分收到闺蜜短信,三个字,到大厅。 我知道得手了,而且是我们准备的两套方案中,最需要运气,效果最好的一套。 婚礼现场有一块投影,暖场影片放的是我和张迪的结婚照。 此刻,投影上是两个正在热吻的人。 男人背对着摄影机,单从背影和穿着看,妥妥是婚礼的男主角新郎,女主角的脸被挡住了,只露出的裙子的一角是白色的。 所有人都以为是新娘,所有人都盯着荧幕,主持人激动地问宾客,新郎已经迫不及待吻新娘了,我们要不要打断她们? 要不要请人去?她的话末说完,目光穿过重重人群,惊愕地落在我身上。 盛装出席的我站在宴会厅进门处。 宾客县主持人县鬼的表情,纷纷跟着她朝我看来。 一大树追光打在我身上,闺蜜站在追光器旁。 我瞪大眼睛,惊愕地看着大荧幕。 按照剧本,我还应该掉眼泪,但我实在哭不出来,恼不过无数次的场景。 除了了然,还是了然。 我晃了晃身体,假装大受打击,摇摇欲坠,离我近的宾客纷纷来浮。 休息室那边,摄影师不知这边发生的事,镜头不断往前,十多秒后,那两个人的面孔突兀地出现在荧幕上。 周月双眼迷离,与张迪稳得难舍难分,张迪的手放在白月光胸上,露出白色一大片。 怎么是你吗?摄影师很够异。 两人这才回过神来,白月光尖叫一声,一把朝摄影机推去,镜头剧烈摇晃,紧接着便是张迪的父母冲了进去。 摇晃的镜头中,张迪的母亲一巴掌扇在白月光脸上,尖叫着见人。 张迪的父亲脾气暴躁,一脚又一脚朝张迪踢去。 房间里兵荒马乱,荧幕很快就按下。 偌大的宴会厅鸦雀无声,有人正在拍视频,有人同情地看着我。 我吸了口气,眼足了鼓起勇气,提着裙子朝休息室走去。 房间里,你TM做个人吧。 张迪他爸一脚飞过去,砰的踢在张迪小腿上,那声音,我听着都觉得痛。 盛男多好个女孩,你这样对得起谁? 你爸妈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 张迪痛得大叫,一脸惶恐,连声说是周月勾引他。 周月披头散发,蜷缩在地上嚷嚷,脸上黑一坨白一坨,是糊了的状。 我站在门口,太难看了。 我皱着眉,看着张迪,你就算不顾及我的面子,也想想你爸妈吧。 这魔多亲朋好友,看着呢,当真找刺激吗?离婚吧,这日子,没法过。 张迪父母想挽回,一个更狠地踢张迪,一个左右开弓,再扇了白月光两耳光,跑到我面前,说张迪再也不敢了。 我没吭声,只居高临下,怜悯地看着张迪。 我了解他。 果然,几秒后,他脖子一梗,离婚就离婚。 你除了会赚几个臭钱,还会做什么? 等民政局上班,我马上就离。 净身出户。 不要你理胜难一分,臭钱。 说话间,他走到周月面前,俯身抱着周月,宣布周月才是他一生挚爱。 这时,一直看热闹的他几个哥们儿开口了。 嫡子,这事儿你过分了呀。 你平常在外面玩,我们这些兄弟争之眼闭之眼。 婚礼现场,你要盛南姐以后怎么做人? 还不快点道歉,盛南姐会原谅你的。 就是。 还有,别把净身出户说得那模好听。 你和盛南姐在一起这几年,哪次出去喝酒,吃饭不是他给钱? 这两年,他带我们炒股赚了多少钱? 你们那个家,无论房子还是家具,都盛南姐买的吧? 你的钱都用在这女人身上了。 人不能没有良心。 这几个人一边说,一边看我脸色。 我瞄懂,都是权衡利弊得失后的结果。 年前我叫他们都把股票抛了,说年后四季在尽。 他们怕莫了军师,年后赚不了钱,忙着讨好我。 张迪父母脸色比较黑,媳妇赚钱,儿子用这种事,在家里说说还好,一旦被外人说出来,那就无比丢脸。 没用的东西。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渣子? 张迪父亲扭头,既莫连挽回,也默许张迪离开。 一场好戏,怎么能这么快结束? 我于光潮闺蜜看去,她眨了下眼睛,表示收到。 几秒钟后,人群中有人高喊,天啊,谁把刚才的影片传递音了? 众人纷纷拿出手机,找到影片后,一个个瞠目结舌,小声议论,播放量好恐怖。 长得好快。 一片骂声,确实该骂。 这是要上热搜的节奏。 要红了? 这女的,以后谁还敢娶? 张迪没太大反应,只像个缩头乌龟,一声不吭,半扑在周月身上,以保护的姿势。 然而,周月似乎不太需要她的保护,在听到以后谁还敢娶她时,一把推开张迪,冲向人群,抢过一个正在播放影片的手机。 只一眼,她的脸色比刚才还白,亮呛着后退一步,眼神里是惊恐。 那条视频,从宴会厅的角度拍的,有大荧幕的内容,也有新娘和宾客的反应。 只是,播放量是刷的,评论也是刷的,我花了点钱。 重磅是评论,调带节奏。 有骂渣男见女的,有说这女的是自己前女友的,金钱至上,谁有钱跟谁。 还有的发一串惊恐表情后,我去。 那不是什么月吗?我哥儿前几天还说要带她去献家长,怎么跟其他人搞上了? 月儿。张迪大喊。周月恍若未闻,倒退几步后,狠狠瞪张迪一眼后,哆哆嗦嗦掏出手机,走到房间的角落。 林少,我是月儿,网上那条视频,我可以解释的,我是被强迫的,我只和新娘数,不认识新郎,你给伯父伯母解释下啊。 我不是那种,人。这下轮到张迪神色大变了,她不可思议地看着周月。周围众人,之前还有几分出事了,现在是彻底看好戏,新郎婚礼当天出轨伴娘。 刚宣布伴娘是一生挚爱,立刻被打脸,伴娘竟有准未婚夫。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去?什么?等通知。那我四十多万呢?我不投了。喂,林少。 林少。周月瘫坐在地上,歇斯底里,杰斯斯底里的吼。张迪扑过去,双抓在周月肩上,双眼赤红,什么四十多万。你不是说给你姑妈修房子吗?刚那个林少是什么人?张迪的兄弟们也围了上去,纷纷问钱呢?钱呢? 后来,张迪的兄弟报警了。好好一场婚礼,最终以110到现场结束。周月,张迪,还有张迪一帮哥们儿到警局录下口供。 张妇张母在饭店善后,一是赴宴席的钱,婚礼公司的钱,二是退宾客的礼金。白月光的豪门梦碎了。 涉案金额48万,除了张迪的20万和他的15万,还有他的前男友借给他的5万,以及张迪兄弟们凑出来的8万。 张迪在警察局就动手打了白月光,还是警察拦着,才没下狠手。白月光和钱,当然还是钱重要一点。 张迪的兄弟们当天傍晚就跑来找我,一个个当着我的面,把张迪和白月光痛骂了一番,然后问我,以后理财的事情怎么办? 我回答说,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,买基金吧,年后通常有个开门红。那群人喜滋滋买基金去了,钱真的很重要。 离婚那天,张迪不顾颜面,捧着玫瑰在政务大厅门口单膝下跪,求复合。 圣男,我当初是被迷惑的,我真正爱的人是你,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。我知道错了,你给我个机会,我用一辈子补偿你。 我断然拒绝后,他起身,开始谈钱。 李圣男,当初聘礼,我加给了你加三万,你得退给我。 抱歉,不退。我双手插兜里,你可以打官司,你出轨在先,而且,我有充足的证据,证明你是骗婚。 张迪咬牙,之后填离婚协议书,涉及财产分割时,他居然提出房子有他的一份,毕竟婚后有一点时间在共同月工。 我冷笑,刷刷刷在纸上写房子归女方所有,没有其他共同财产,然后签上大名。 我还是那句话,你可以打官司,但我提醒你,你胜诉的可能性是零,诉讼费也是钱。 张迪无奈签上名字,婚算是离了。 后来,张迪工作默了,因为那段影片真的火了,婚礼当天偷吃,他们全公司都看见了。 公司人士找他谈话,希望他主动辞职。 白月光更是被网路骂得不敢出门,工作也同样失去了。 至于张迪那群兄弟,喝,炒股或买基金的人都知道,2021年春节后没有开门红,一群人亏得嗷嗷叫。 后来,我听说张迪相当后悔,天天借酒交仇和白月光分手后,天天道着说这哪里是白月光,这分明是白米饭,还是别人吃剩下的白米饭。 我笑笑,心里只有两个字,活该。 PS,有人问我,张迪和白月光一直说我丑八怪,我到底有多丑? 我觉得还好吧,不化妆中下,化了妆再打扮一下,怎么也能拉到及格线以上。 又有人问我,婚礼现场的第二方案是什么? 还记得当初在酒吧外拍的影片吗? 还有我从物馆监视器那里拷贝的。 我剪辑了一份,打算在婚礼现场播放。 不过,播放那份的话,一眼就知道是我做的,远不如婚礼现场桌间来的意外。 PPS,我,养猪人能抓到吗? 闺蜜,能。 不过需要时间。 闺蜜,到那个时候,钱就算能追回来,也只剩一小部分了。